20年前,上堂主要用黑板和粉笔 20年后的今日,智慧科技和虚拟实景都成为了老师的帮手 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首创虚拟医院学习系统 为超过450个护理学生提供全新学习体验 学生配戴上VR虚拟实景装置就好像森林医院不同的情景 无以处理各种医疗案例 而科技大学就推出全球首个元宇宙双子校园 透过掃描实体校园建立虚拟学校 比越港两个校区的学生在平衡空间里互动 并参与相同的课堂 智能设备也在中小学广泛应用 例如利用AR扩增实景技术 开发数码图书 将知识问答融入游戏程式等等 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而政府去年也宣布 预留20亿支援电子学习 由资作学校购买流动电脑装置 给30万个有需要的学生借用 由平面到3D 从现实到虚拟 教育新科技通过激发学习兴趣 和丰富教学体验 引导香港培养更多前瞻性人才 拼播 与香港共赢 OurChinaStory.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